众所周知 十四是达赖 并不是单纯的宗教人士 而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 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 我们对有关报道感到严正关切 敦促美方充分认清达赖集团 反华分裂的本质 恪守在社章问题上的承诺 不同其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 停止向外界发出错误信息 关于你提到美国国会有关法案的动向 我想强调的是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西藏的事物纯属中国内政 不如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当前西藏社会大局安宁和谐 经济运行持续良好 民生福祉保障有力 不断开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任何人任何势力妄想通过搞乱西藏 来遏制打压中国的图谋 绝不会得逞 我们敦促美方 恪守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 不支持西藏独立的承诺 不得签署上述法案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坚定捍卫自身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可不得签署上述法案 亦在喜倪 不得签署上述法案 我先再次到了